Hello 各位同學大家好 又是我 DSC 數學聯文 來到我們求 Level 2 功率概率這部份的第三集 今集我們會用真正的 DSC 題目去試給大家看 我們上兩集學過的概率的概念 如何在 DSC 內幫你取得一些分數 我們先看看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是 2016 年 MC 卷的第 29 題 我們先看看它在說什麼 現在有一個袋子 我們先畫一個圈圈 代表著袋子 這個袋子裡有一個紅球 然後有三個黃球 還有六個白球 總共是十個球 在一個幸運大抽獎裡 在袋子裡隨機抽一個球 如果抽到紅球 那個人就會獲得90個代幣 即是那些什麼樂園的代幣 我就不在賣廣告 即是你明白我的代幣 如果抽到黃球 那個參賽者就會有20個代幣 死定了幣 死定了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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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抽到白球 就會有10個代幣 似乎紅球就是大獎 整件事就是有這麼多紅球 這麼多黃球 這麼多白球 然後抽到紅球 就有90個代幣 抽到黃球 就有20個代幣 抽到白球 就有10個代幣 這就是整件事的玩法 題目正在問什麼呢 題目正在問 在這個幸運抽獎中 拿到代幣數目的期望值 究竟是多少 如果你記得期望值的公式 這條數是超級容易做的 我們只需要找回抽到紅球的概率 是什麼 如果這裡整個袋有10個球 而只有一個紅球 即是抽到紅球的概率 根本就是10分之1 抽到黃球的概率 就會是10分之3 應該很容易 抽到白球的概率 就會是10分之6 也就是等於5分之3 因為是虐選 好了 然後期望值的公式是怎樣的 就是拿著每一個獎品 成對應的概率 全部加起來 就是期望值 所以這條公式就是這樣 如果不知道什麼是期望值 或者未學過期望值的話 記得看回我們上一集的影片 上一集就解釋得很清楚 所以整個期望值是90乘10分之1 再加20乘10分之3 再加10乘5分之3 你喜歡按機也可以 心算也可以 我覺得這項目也不算很難心算 我就自己心算出來 這裡是9 再加這裡是6 再加這裡是6 再加這裡也會是6 所以9加6加6是21 所以答案就會是B 這樣就完成了 我喜歡心算 如果你喜歡按幾乘無問題 按出來就可以 所以期望值這條公式 如果記得這條公式 直接就一分帶走 非常值得玩 然後我們再看另一條題目 再看看這個 另一條題目就是這個 就是2014年 也是MC卷 第幾條MC就是第27條MC 第27條MC 看看這條MC在問什麼 它就說 這個有個盒 我們先畫下盒 它就說有個盒 它就說這個盒 裡面是有M那麼多個黃球 M那麼多個黃球 然後還有20個黑球 那就是total有多少個球 問一問大家 如果盒裡面有M黃球 以及20個黑球 那就是整個盒裡面 有多少個球 沒錯 就是20加M那麼多個球 而如果在這個盒裡面 隨機抽一個球 它說抽到黃球的機率 是M分之一 即是P 跟著黃球的機率 是M分之一 如果不知道這個寫法是什麼 可以看看我們概率 這個階段的第一集 當時有提到這件事 整件事就是 盒裡面有20加M那麼多個球 而如果在盒裡面 隨機抽一個球 抽中黃球的概率 就會是M分之一 如何用以上這些資訊 寫出一條公式出來給它呢? 都是那句 就是黃球的概率 其實是如何計算出來的? 黃球的概率其實就是 所有球的數目 放份母 然後黃球的數目 放份子 這樣計算出來的 而它又跟你說 這件事 其實就是等於M分之一 所以我們就可以寫下 一條關於M的公式 那你解析公式 就算到M是什麼 就直接解析條題目 找到答案 所以 最重要是明白這條色點 就是球的總數 放在下面 黃球的數目 放在上面 這就是黃球的概率 同一時間它又跟你說 黃球的概率 其實也是M分之一 所以兩塊東西 就會相等 那我就寫下這條公式 現在我們只差一步 就是解析M出來 凡是有等於 接著有兩塊分數 在左邊右邊 我們會選擇做一件事 就是交叉 這樣成的 我們就會將 右下角的M 乘比左上角的M 所以就會是M的二次方 M乘M是M二次 然後20加M 整個分母 乘比右上角的1 一乘什麼都等於自己 所以這邊就會是20加M 整件事就是這樣 接著我把所有東西放在左邊 就是M二次-M 加20等於0 這條叫二次方程 二次方程如何去解析 其實就是用回我們 因式分解當時的技巧 因式分解當時的技巧 因式分解中的一招叫十字雙乘 簡單來說 不懂得十字雙乘 因為我們可以按機 按FORM01 於是我們就按FORMULA 01 接著我們按什麼呢 就是按這三個數 當然M是不能按的 我們會按M二次的系數 因為現在是1個M二次 減1個M 加20 所以我們就會按1 然後exe 再按-1 然後exe 然後20 你便會計劃頂 為何會這樣 看一看 這裡是減20 我自己寫錯 我平時沒有這麼粗心的 做數 不過我一邊拍片 一邊看著螢幕 看著螢幕 會有少少的大意 各位同學見諒 其實都是幫自己找藉口 這樣我們再按多次 FORMULA 01 我們便會輸入1 然後-1 然後-20 一按 你會計劃 M是等於5 或者M是等於-4 但-4的答案不用理會 我們有一件事叫reject 中文是寫去 即是如果答案不合理 我們便不要答案 5是唯一真正合理的答案 因為M不可以是負數 因為它說過盒裏面有M那麼多的波 沒理由有-4的波那麼有趣 所以一定只可以要正整的答案 所以M等於5是我們唯一的答案 所以答案亦都會是B B4B 整件事就是這樣 諸如此類 這個簡單層面的概率問題 其實在DSC裏面有很多 接近每年都會送一兩題給你 所以是非常容易執 各位同學看完這幾集的影片後 記得到時收拾一兩題給你 對你的分數都非常有幫助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